我之前寫靈異文件,我都會做很多資料搜集 有時都會做到一些鋼頭的資料搜集 又認識一些朋友,有涉獵鋼頭的東西,這樣跟我說 我聽得多,我有些覺得挺有趣 試一下改篇寫出來 因為有時有些當事人,他覺得發生過一個故事 他想讓人知道,但他不想讓人知道是他 我就說,好,我可以幫你寫出來 我本書都會有些化名,或者說這個故事是朋友,誰說的 真人真事,不是作的 有些是創作的,這本書是十萬隻字,不是全部都是真的 我本書都會有說,有些是經過誰跟我說,是怎樣發生 所以寫下寫下寫了這麼多 當時的讀者就說不如出書吧 我說好,那就出書吧 那我就覺得,通常被人落降頭的那些 一定要仇恨好心才會落人家 來來去去都是,去那些風月場所 那些女生喜歡了你,不想你走,就會落你晴降 有些是你跟牙齒印很深,所以就會落你晴降 不是落晴降,是落你降頭 或者生意上,打對家做同一件事的生意 爭生意,他又會落你降頭 其實如果你做完這麼多資料搜集之後 你覺得其實降頭是否這麼容易落呢 其實降頭不是真的那麼容易落 其實也可能沒有想像中那麼誇張 我也覺得是,因為我知道你今天上來 都是會說降頭,我也做了少許知識 其實降頭是,首先那個人要落你降頭 他要拿錢去付降頭才去落你降頭 其實這件事你要花一筆錢 落降頭可能是有效的降頭未必會便宜 第二,為什麼降頭師會收你這麼貴呢 是因為他要收回 對,因為他們經常都會說 如果被人破到或解到會反彈 甚至會反彈 他們會死,甚至嚴重 對,所以某些降頭師都會問清楚你 你是不是真的跟那個人這麼大仇口 如果不是,就小情大戒 例如下降頭可以令到他不舒服 大病一場,可能病到一年半載 最終他會沒事,就當懲罰了他就算了 就不是說每次都要人死全家 那麼可憐 而且他說降頭要持續下去的話 其實降頭師要每一晚要念經 或者他們有些要餵血 甚至是念經 可能你不是說有些公仔要刺他 其實你每一天都要做 不是說你… 他要持續升,不是做一次就完成 所以一個降頭師答應你做的事情 其實他自己都要受很大的痛苦 因為如果你被人發現了你落的話 鬥法的話你可能會死 所以我做過資料搜集 他說泰國很多的降頭師 他們是跟別人鬥法死了 還有你們有沒有留意到 通常那些降頭師是住在很荒蕪的深山 偏僻一些地方 我真的研究了為何要住這些地方 找不到他 因為他落降頭很厲害 他打架不厲害 你真的要找人打架他 他也挺嚴重的 所以他們比較住在偏遠的地方 你可以說一下你的朋友種鋼 種什麼鋼 他是屬於小情大界的類別 因為他自己 其實中鋼頭的那個就是他 但發現的那個就是他太太發現的 為什麼他太太會發現這件事 因為其實他家裡請了一個外傭 這件事當然跟外傭有關 但開初為什麼他會發現有問題 因為他太太太很喜歡在家裡收了一些私企錢 即是他會把現金放在家裡的一些他覺得隱蔽的地方 但有一天他就發現家裡的私企錢不見了 他覺得很奇怪 當然他覺得自己收得很密 他心想為什麼無端端會不見 他就不知為什麼 後來他就去安裝攝影機 然後他就發現原來是 他拍了一段影片 看到他丈夫在家裡 把他拿下一個名錶放在當眼的位置 他的印容就當著他先生的面子 就偷了一隻錶 但他在他先生的視線範圍內做過 正常你會說你為什麼拿我的錶 正常人應該會發現 但他說他的閉路電視顯示 他先生就好像當沒有一件事 他覺得很奇怪 但他跟他先生說 他先生初流還很幫助那個印容 即是說你不要這樣冤枉人 可能剛巧我看不到 或者可能他想收起來 不是偷東西 因為拍攝影低了 讓他看回想不承認也不行 他就覺得有點奇怪 即是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除了這件事之後 還有一些怪事發生 因為他家裡有兩個小孩 也不是寶寶的小孩 也讀小學 即是5、6歲 好像8、10歲 有一天他兒子晚上去廁所 跟他媽媽說 我看到那個廁所 有其他小孩走來走去 這樣是不應該有其他小孩 在他家裡 因為他只有兩兄弟 即是娶了他兩兄弟 他覺得很奇怪 然後還有一件奇怪的事 就是他在他收了一些司機錢 他說其中一些錢 他說他家裡有一個掛在牆上的 一些舊式的鐘 即是木盒 他說他把錢放進去 一次那裡的錢不見了 然後他就發覺 在掛在牆上 他就看到一些 隱約看到一些小腳印 他覺得很恐怖 即是他要閒長才看到有腳印 為何會這樣 他就開始覺得有點古怪 就找了一個師傅來 看看究竟是什麽龍妖 最後他就發覺 那個韻傭就弄古造怪 為何那個先生會對他的惡行不理 就是因為他中了那個韻傭的鋼 就是韻傭 落鋼 落鋼 但他就說那些類似 我們不是經常都聽說 人家說那些什麼驚血鋼 那些驚血湯那些鋼 他說其實現實中也真的有 但是就跟看報紙那些看到 就有少少出入 他說真正認識的那些 就不會整塊M斤放進去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說其實自己有少少 可能嗨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他說這種鋼喉 就那個威力 就是好像剛才說的 其實他的威力不是真的那麼強 他說他落鋼了之後 你的主人 即是我朋友 喝了之後 就會 未至於會言慶計從 因為那時候我朋友都說 如果我真的中了鋼 他叫我直接給錢就可以了 他用什麼偷錶 或者慢慢耍我的錢 他就說如果中了這些鋼 他不會去到言慶計從 但是他就會比較聽你說 或者對你一些惡行 睜眼開睜眼閉 我朋友也有問師傅 為什麼我老婆不會中鋼 為什麼小朋友不會中鋼 他說這隻鋼頭 女人是不會中的 所以就只有我朋友 男屋主就有這個問題 好了 既然是這樣 他們就決定解僱一下 都未解決到為什麼會偷錢 那個問題 但不管了 他就叫外傭公司 他就說我們不要這個人 不要他就帶走他 就要他收拾東西 就走了之後 他們也會再收拾他的東西 在床底就找到一些公仔 他說是小隻的人偶 可能是用那些東西 類似五鬼混材 就是養鬼仔的東西 師傅就說 他就靠用這些鬼仔去找 你家裡哪裏有值錢的東西 收藏了什麼在哪裏 他就去通風報信 給一個印容 讓他再去偷你的東西 然後他現在已經解僱了 他可能想攬炒 你解僱我 我的鬼仔我就留在那裏 繼續讓他們搞你 然後就問師傅 應該怎樣處理 他就說這些是印尼的鬼仔 就要用印尼的方法去處理 他說捉那些鬼仔 要怎樣捉呢 他就首先要在家裡的廳 拿一個漁網 張開漁網 也有問他為什麼要用漁網 他說因為漁網 能殺魚很多 譬如一撈一次 可能很多魚死了 所以這件事殺氣很重 就可以震一震到那些髒的東西 然後他說要在漁網上塗滿了豬油 為什麼要塗豬油呢 是因為印尼人不吃豬 他們覺得是宗教 他們很害怕 所以塗豬油上去 就可以捉到他們 然後就用這個方法捉到他們 然後拿走 過了一段時間 因為他說那個 喝湯那個 就是好像剛才說的 要持續的 譬如我這個星期一給你喝完 到星期日可能就沒有效 我下星期一又要再煮 那個人就炒了 他隔了一段時間 就會沒事 那些鬼捉了之後就沒事 所以跟著那個朋友 就跟我說 之後也沒事 但請工人的時候 就要小心一點 然後要站在那裡